中立夜市被投诉说有摊伤把脏油水排进水沟里面 使得水沟发出腐烂的恶臭 会不会影响到旁边上学的同学们 但是摊伤却是大声喊冤 说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 以前都会偷到 我们收摊以后来偷到的 我们被倒好几次 我们还特别盖住 我们都没有臭味 我们还特别盖住 我们还怕有臭味 我们还拿一个板子 听到夜市摊伤 又被投诉在水沟偷到废油污水 业者瞪大眼睛说绝对不可能 那烟完啊 我们都自己都嫌错钥匙啊 到我这边来 我这客人要怎么做啊 客人要坐在旁边呢 怎么说得了 这客人从这边坐呢 闻到错味都怕 那种错味啊 这是苦湿的错味 桃园中立新民观光夜市 才重新整建凯木不久 八成檀商都是买吃的 摊伤说现在废油厨余都会请专人回收 油现在回收有价呢 谁去到 没有人到那个啦 就大概一桶三百多耶 所以你不可能倒 实际走访夜市 许多美食摊位 后方的水沟全都盖上一层塑胶板 就是怕水沟的恶臭传出 一旁就是新民国小 常有家长检举恶臭 已经影响到学生上课 是误会 那个是以前我们还没拯救天桥的时候 那是到了 那一条水沟是不通的 不通的 那时候没有下雨 干掉不会发臭 他现在下这几天不是下大雨吗 那水沟那是废水沟 水涨起来就发臭 人就减死了 强调从水沟捞起的脏屋全是之前五兆摊伤所排 现在夜市重新管理 一切都有管委会管制 水沟重新整之后 淹水不会再发生 有信心还给附近居民及学生一个干净的夜市 整体新闻黄鼠华林卫凡 桃园采访报道